大眼啊 就你平时看电视剧 有没有就贼羡慕电视剧里某个角色啥的 我觉得吧 我特别像三国演义中的赵子龙 帅 喉咙梦里面那个贾宝玉 早恋都有人安排 但是吧 我最羡慕伟小宝 那家伙娶好几个媳妇 行了 我看你是有点疾疯了 这玩意纯属于幻想 电视剧里头演的挺好对吧 但现实生活当中你可不能模仿 要不结果就俩字 凄凉 现在网上都说了 也是七个老婆 但是 但是我也没流行 可能是将近三十个老婆 无论是哪个数字 都让伪小宝自愧不如啊 可不想 小元细心维护的这个女团 却因为一场车祸 治理破碎了 3月24号 小元独自驾车撞到了栏杆上 然后就被送到了医院了 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车祸 小元的病房却格外地热闹了起来 现实来了一个小女孩 说是跟小元通知了三年的对象 女孩接到小元父母的电话 就赶过来了 第二个女孩是接到了交警的通知 原来小元出身的这辆车呀 不是自己个儿的 是那个女孩借她的 紧接着又陆续来了两个女孩 这两个都是联系不上小元 主动给小元的家人打电话 直到小元出这祸了 就忙不迭地赶到了医院 这四个女孩之间互相不认识啊 就各自介绍一下吧 你们好 我是小元她女友 我是她对象 我是她老婆 四个女孩震惊了 她有四个对象 操遇过麻将了 接着他们觉得事情不简单呢 人数可能不止于此 于是他们偷偷懵懵地 登上了小元的微信了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嘛 就然后记得一下她微信的密码 然后这么一看 更加震惊了 就是发现她的微信里面 基本上就是有200多个女孩子嘛 他们用小元的微信 发了一个朋友圈 说我出车祸了 我在哪个医院 什么什么病房 出车祸还发朋友圈 反正也挺现实的吧 这200多可都看到朋友圈了 他们就想看看 这些人呢有多少发展成了家属这个阶段了 接些外外那更热闹了 小元这一觉醒来 她就懵了 想等她愈合之后再给一个交代 你啥交代呀 排个座次吗 大姐送邀送无名 二姐玉其林卢俊逸 但没过多久 随着赶来的女孩越来越多 甚至还有一个直接带孩子过来的 他们再也忍不了了 因为36天刚排不下 只冲着72地煞就去了呀 而且在这个时候 小元也感觉到空虚中弥漫起了危险的气息了 所以之后只要是女孩过来 她就装睡 叫都叫不行 是啊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呐 女孩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啊 于是他们选择了报警 报警的理由是诈骗 这些女孩凑在一起算了算 小元强强后后一共骗了他们一百来万 而这些女孩之所以这么信任她 都是因为她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大老板 为了丰满自己的这个人设 小元还经常给妹子们发图片 说自己昨天又去乱乱工地可查了 刚才又收了多少多少工程款 然后还旁销侧击地发一些豪车豪宅的照片 来体现她经过警方的调查 这个小元呢 三十二五夜初中雪莉 家住在长沙的郊县农村 名下只有一辆摩托车呀 一起出这么多对象 她就不会被发现穿毛吗 哎呀人家有办法啊 小元和这些女孩都是网上认识的 然后就开始有事没事的找他们聊聊天 关心关心啥的 由于她的目标主要是这些经济独立 但不善交际的女孩 冷不丁地有个暖男时不时地关心一下 再加上这个暖男自称年轻有为 这些女孩很快就流现了 然后女孩就会觉得 一般这么一个套路下来 女孩就会心甘情愿地跟了她了 就这样小元骗的女孩越来越多 为了隐瞒真相 小元呢就一个费尽心机呀 她的手其实永远都是敬意 然后就是说 手机永远是不离开的时候 哪个人呢 她都会要求别人家的家老婆 她叫哪个人都家老婆 所以说她不仅在学习近平 但是小元偶尔也会露出麻较王 一般这种情况 要么说是前女友 要么就说是朋友开玩笑呢 要么就说父母给找的 都是在应付柴生 单纯一点的就信了 如果真的不信 小元还有一招狠的 发毒誓啊 她说我如果 就是说跟你交往之后 还有跟他们见过面 还有还有别的女人的话 她说我这出门被蛇撞死 哎呀妈 别是我这毒事 还真硬烟了呢 大罪行为啊 检查院以涉嫌诈骗罪 批准了对小元的逮捕 这太气人了 一个也不给我留啊 老天想让谁灭亡 必让谁先疯狂 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嗓子眼放二提酒 咱实在不明白 你说她是杂项的呢 她轮到如此程度 讲话呢 还叫个人了 那些姑娘吧也够呛 还能集体上当 你看针对这事 咱们这个平台上 不少会员给咱留言呢 我看啊 这个叫小胡 他就说了 他说都想捡便宜 然后呢 结果被别人捡便宜了吧 姑娘们也是无力不起早 都被这个善于伪装 和包装的小子给忽悠瘸了 我敢讲 这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呀 实在是大大大超出了 我们的想象力 相信大伙呢 对这个事 可能也有很多话要说 现在就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家会员抢红包 可以发表您的观点 更欢迎使劲的来吐槽 咱们一起就交流一下 怎么把眼睛擦亮 咱们一起来吐槽 咱们一起来吐槽